镜头来到亚洲的香港 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 同时也是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暴行的著作 写新的活摘器官作者之一 今年7月20日前 大卫乔高再次来到香港 这个在中国可以合法公开修炼法轮功的地方 表达他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关注 第二年是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日 曾获洛贝尔和平奖提名者 前加拿大亚太司务部部长大卫乔高 今次专程来香港出席一系列的活动 故意各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冒着风雨 19号早上大卫乔高首先到旺角街头 支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征迁活动 他强调从2001年开始 活摘的罪行至今仍在继续 必须立即停止 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它 因为它是一个犯罪 对人的犯罪 身为加拿大政要大卫乔高 还关注到最近一年多来 香港青年关爱协会 对香港法轮功的滋扰和打压 包括阻挠揭露活摘真相 当天下午 大卫乔高还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披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720当天还将举行研讨会 公布中共活摘器官的最新证据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